我这几天去陪护奶奶可能没时间了 那么这节课先讲到哪儿算哪儿 上节说的这个木说了一半 然后从这个大林木就变成了洋柳木 洋柳木洋花柳去满天飞啊 一到这个季节到处都是 树同样如此容易成活但是比较摇摆不定 这个时候其实木已经摔了走到摔地了 因为它掌声是在这个地方 对望的是在这儿 从这个野到到处都是人间 然后石榴木 这是开花结果的一个象征 到这儿呢不管是更深还是新勇 那么就是一个很强旺的一个状态 也说实在的等于回光返照了 结了果嘛最后最后移成 那么最后这个无需己害呢 就是成了完全也是被砍伐的 完全是死木了 就是在船底用啊 什么船底木啊 平地木啊 就是可能也光秃秃的了 嗯 嗯 嗯 再看这个金 这个金呢在海底藏 嗯 这个固 마�ٍ 一籌海中金 启示状态 海中的宝藏 这些象征 然后到了柔弱的状态 经过沐浴 经过淘洗 淘金 它换成了兑现的这种人民币 然后变成了柴川金 变成了白蜡金 重新铸造 通过这个金 打造一些珍藏品等等 它可以练宝剑各种 然后愿意运用 然后这个杀重金 到时候反正又埋藏了 就是一种矿石 这种大的金属 沙土中的这种宝藏 然后 到了这个 因为它夏天热地嘛 也被融化 埋葬 曾有到了成形 地支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天干呢表现出这种柔的 已经炼化而成的 包括各种的这个武器 气息 气息 最后 又大的这种 变成了小的首饰锦 然后 杜师娘 怒沉白宝香 又到了海底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应该还能讲完 这个土啊 比较特别 庚子辛丑 这个壁上土 从雪崖峭壁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镶嵌的吧 因为庚心代表城嘛 然后 像海底的冰川 也可以说 这种 这种 这种土显出来这个陆地了 然后 就是城墙土 到了 就像山峰城墙一样了 也是成熟的状态 但是没有这个 这个自然的城 自然的城的最终结果 外表的现象 然后 到了这个 这个是掌声位啊 还是显得 比较的生生无息的 到这个时候 也算比较旺的 平丁 就是杀中土 就是自然的成型的 然后 到了这个庚武西位 路旁土 第一支受了根天干县城 这个自然经常看到的这种土 然后 最后 是这个 大一土 到处奔走 这这位 使用铝战 也是一种成型 这个不太好解释土啊 然后 丙须顶 对 对